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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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西来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 艾西打开了宝箱 随后跟着箭头远步返回 等等 我的钱啊 这前面只有一个空房间 看吧 就像我说的 这里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你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把这里走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的听力不行 你等等 这样足够响了吧 我不想总是提醒你 但是这个世界还需要你来拯救 还有个邪恶的魔鬼需要你去消灭 你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为什么你要在这浪费时间 我一直相信 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点幸福 少一些套 但是你让我靠我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我啊 我不明白 你真的不懂啊 这里什么都没有 连续可以让你恋恋守的怪物都没有 究竟这个空无一物的房间 有什么吸引着你啊 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在操作 是你家的猫在操作吗 不 这样的水平就算是猫也比你懂人话 你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逻辑 跟着箭头走开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呢 好吧 我生气了 我真的生气了 现在开始 我不会理你了 直到你走出这个房间为止 我说到做到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到头去 中间的造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么 等等 难道说你在这里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为了这个 奖杯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说起来 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为了奖杯去玩一个游戏 你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奖杯玩家 看到所谓的白金神作就会像看到了红布的牛一样往前冲 你给我等着 果然是这样 再试一下 果然是奖杯 奖杯 原来是这样 其实你根本就不关心之后会发生什么 对不对 你想的只是怎么拿到奖杯 拿到奖杯 拿到奖杯 你不会在乎我之后给你安排了什么内容 你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游戴 只是奖杯 对不对 这样很有趣吗 我问你 这样很有意思吗 就为了让你的奖杯经验上涨那么一点点 你就不断的毁坏游戏制作者跟你设计的内容吗 这样玩游戏很有意思吗 你是为了让其他玩家跟你说 哦 大大 你的奖杯好多哦 才来玩这个游戏的吗 反正你也不会注意我跟你说的话 反正你就是喜欢不断的收集这些没有的玩意儿 也许你需要一点刺激 消除吧 消除吧 也许当再没有奖杯来约束你的时候 你就能追寻你真正的目标了吧 你根本不知道我光要给这么些破敌人做个设定 弄个动画就要花多少时间 而你呢 把心思全部花在奖杯上 早知道这样我也去做个关于羊的游戏就好了 有什么扯淡的战斗和剧情 还要给你设计什么没用的路线 你给我等着 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你给我 有什么扯淡的路线 我会跟你说 你让身长的话 你收集你 认识 他很难为的 你 我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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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